今天看大家还是更想看究极风暴羁绊的改动 那咱们今天就把之前做过了的老忍者的改动全部顺一遍 也是能方便大家以后的观看 简单概括一下羁绊的基础改动 首先是取消了忍者的特殊剂和查卡拉收理剑 在原先查卡拉收理剑的剑位上安插了第二个人数 忍者的人数也是和角色绑定了不能够随便切换 但是个别角色的OE还是可以换的 并且人数基本都能追递 收理剑也可以打起力了 那么大体了解以后咱们直接来看改动 纪尾名人在普通状态新增了一招尾收益 覆盖范围是半途多一点可以追递 但是由于会把敌人打远 所以即便追递也不能一直连 如果没把对面压在板边 那么对面最多可以吃你三炮 纪尾的新人数是以前的特殊剂 纪尾人数可以追递实现无限连打 并且给的容错时间很大 等一会再打也能连上 纪尾的咆哮前几段伤害都是硬直 所以可以把敌人打起力 最后一段伤害会把敌人击飞 但可以把它吼起来 试法过程中还可以通过测销取消来行接平A 灵魂性很不错 容错比以前高了很多 然后是死水 死水的蓄力螺旋丸被单拆出来做了一个忍术 可以和普通的螺旋丸无缝衔接 两个技能也可以联动打伤害 相比于四代飞类神二段的丸子 前腰很小并且丸子很大 可以把倒地的敌人打成跪地之后行接螺旋丸 卡在板边的时候 这两个技能可以一直循环 觉醒后的水门的新忍术就是以前的特殊剂 但不同的是 以前就算没有打到敌人 也可以打出后续 现在没打到敌人就不会发动攻击 但是它的攻击密度变高了 不会像以前一样空刀 并且忍术的整体伤害也有立定的上调 然后是白面具多了一个天一暴席 并且扇烟好火的追踪性也被加强了 现在的扇烟好火命中敌人会使敌方浮空 但是这个技能它打不出追地 不知道是bug还是就是这么设计的 天一暴席的覆盖范围大概是四分之一个地图 有追地可以打完扇烟好火再打天一暴席 天一暴席可以在空中释放 但是高度会被重置 不能通过高度来增大范围 白面具觉醒依旧没有变化 咱们直接略过 虚化狗这边 首先是暴风乱舞可以在空中释放了 新人数就是它以前的特殊剂 伤害变高了 人数的整体性能没变化 实战里可以先用青砂打飞敌人 暴风乱舞打起力 再用青砂再打飞 以此循环 进一打两轮就收手 第三轮就有伤害削减了 虚化在觉醒以后 也和以前一样没有太大变化 所以我们直接跳过 之水这边 首先是日运舞释放的时候 不会乱动了 多次释放时只会在原地闪烁 不会向前移动 这样形成在连招里的稳定性 就大大加强了 新人数是它以前的特殊剂 强化了判定 现在在极限距离命中 也可以顺身了 如果分身命中 本体不顺移的话 会让敌方直接倒地 之水的觉醒 同样是特殊剂变成了人数 张害变高了 但是前妖比较明显 达不了追地 所以其实和四代也没什么区别 会途逐渐就是把可圈忍术 变成了新人数 失去了名身门 在一场对局里 可以同时打出手的精影 分身和木龙 两个技能的性能 都和前作基本没有变化 不过木龙相打追地 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 所以实战里不太好用 木头儿的新人数 也是他以前的特殊剂 不过伤害变高了一些 所以其实整体来看 这家伙并没有变化 死门凯这边 同样是特殊剂变忍术 但是和以前的废物不同 他现在可以追地打无限连了 这个人数打满了 伤害也比一般人数要高 但是这个技能的硬质太大了 也就拿来打打人机吧 海这里也是特殊剂变忍术 定下咒虎十方块还可以追地 可以一直用这个技能打出无限连 离得比较近的话 还可以直接衔接叶海 叶海结束以后 对面会倒地 可以用远程攻击打起立 西向被削弱了 叛尼范围离圈图差两个身位 并且技能的CD 貌似也变长了一些 但是同样的 伤害变高了 因为前要有点过长了 所以无法有效追地 追星以后依旧是特殊剂变忍术 然后伤害变高 角度优化了投克苦的伤害判定 只要对面被打到了 就会直接吃满伤害 不论被打到了几发 新技能是伟岸 这是一个中距离的追地忍术 性能很不错 可以一个忍术直接打出无限连 也可以配合投克苦 冠伤以后再打追地 时间是足够的 角度这波可以说是加强了呀 很不错 追星以后 角度以前的特殊剂变成了新忍术 打分以后可以直接接前面暴炎 除此以外 咱们有什么其他的改动了 新忍斗依旧是特殊剂变成忍术 每条蛇的触碰伤害也都变高了 前摇变小了一些 场地上的蛇也可以无限放 蛇到了时间会直接消失 不会一直停在场上 追星以后也是特殊剂变忍术 伤害变高 而且同样可以无限追地 蜘蛛网可以击到敌方了 小技能伤害略微增加 灰图般的新忍术是 虚左能护一刀两段 就是把以前被动释放的特殊剂 变成了主动释放 他甚至连技能特效都不舍得改一下 我真的哭死 与以前的机飞不同 这次是造成两段伤害以后 使敌方倒地 般觉醒后 特殊剂万象天隐变成了忍术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感觉这个范围变小得那么一堵丢 除此之外 咱们有其他变化 虎驾我这边 把鹰左的技能放到自己身上了 魔人释放着千鸟覆盖四分之三个地图 命中敌方后会使敌方倒地 可以手里剑打起力 蓄力后变为七鸟刀 试法范围没有变化 命中敌人后造成更高的伤害 并且会把敌方踹开 就像以后 依旧是特殊级变忍术 伤害变高 可以无限追地 依旧是很省钱的做法 万代我 外星人也是 特殊级变忍术伤害变高 全都可以追地 释放出的气场可以打起力 太刀横扫结测调取消 可以在板边无限连打 今时觉醒真的没什么变化 我们直接溜过 二代这边 但是最左边那条水龙的制动性很强 实际上这个忍术 其实是拳头差三个身位 向前走几步 只要水龙能够锁敌 那么飞行距离就会增加 水阵必备大靴 变成了吐了一口弹 命中敌人会造成击飞 可以抢脚无限连 之前水龙咬爆没给大家展示 这次给大家补上 二代觉醒后 飞雷伸展可以追地无限连 水连弹不会击飞敌人 而是会将敌人击倒 小李这边也是特殊机变忍术 并且特效变得更华丽了 第一段会使敌方倒地 第二段会将敌方击飞 忍术有追地 可以测调取消无限连 比较难顶的其实是 木叶大连机 他不带扫地 很尴尬 明明看着他都有扫地的特效了 但他就是没有扫地的效果 觉醒后和四代没什么变化 我们直接跳过 蟹这里也是特殊机变忍术 伤害变高 这座的毒伤害变得很高 算是加强了这些buff忍者 摆机械也是特殊机变忍术 伤害变高了 并且没有以前那么强的坎肉感 打得更加流畅 一样的 在墙角可以追地无限连 一五这边 豪火球打不了追地 也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另一个忍术是天罩 也是把老技能给挖过来了 现在被天罩命中 不会被打飞 而是会被打腐空 所以可以直接天罩接豪火球 觉醒同样是特殊机变忍术 现在八尺已经出现的时候 就有伤害了 成功弹翻以后 八尺已经会炸开 把敌方弹飞 暴走小孩这特殊机变忍术 但是被大噱啊 距离没有太大变化 但是移动速度变慢了 并且不能衔接平A了 二端会直接将敌人打飞 线插的投掷速度更快 范围更远 现在打到脚底下一样 可以造成判定了 低面释放虽然好了 但是空中释放的手感还是一坨 不建议空中释放 追醒之后 同样的特殊机变忍术 但是伤害变高了 并且一样有追地无限连这个属性 大树枪施发以后 只有边缘有追地判定 稍微骗离那么一点点就无法追地了 手感比较糟糕 银河王阿通左柱也是特殊机变忍术 原本只会对敌方造成硬直的蓄斗农户剑 现在会直接击飞敌方 追醒以后 左柱的炎阵也变成了忍术 就挺抽象的 伤害打满以后会将敌方击挡 蓄斗农户夹击命前要太大了 没法无限连 再不斩也是特殊机变忍术 伤害变高 并且一样可以通过词条取消 打出无限连的操作 和前作一样 禁忌龄下水龙弹也有追地 再不斩追醒以后 没有任何变化 我们直接略过 黑暗也是特殊机变忍术 但是我感觉他的万象天影距离被削了 特效已经慢过敌人了 也不会把敌人拽过来 而是要再往前一点点 不知道是我的错觉 还是官方真的肯削他了 追醒以后 神罗天生的范围变大了一点点 没有以前那么夸张了 万象天影同样是增加了一些距离 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单头火使得伤害变高了不少 风树吸引能抽掉的查克拉也变多了 吴的天然圈也变成了忍术 伤害更高 会使敌方倒地 不会击飞 可以直接和沉盾打出无限连的操作 真的变成抓取王了 吴决心以后多了一个沉盾 可以三个忍术一起冠伤 直接把吴变成了一个 简单粗暴的冠伤机器 真的太棒了 自来也这边 蛤蟆猶脸弹删除变成了炎弹 并且也可以在空中释放 就是一个特殊的好火球 命中以后会使敌方扶空 没法打追地 现在仙字的蛙鸣变成了忍术 命中敌方以后 敌方会直接倒地 可以行接各种攻击 但是手短发动慢的硬伤还在 没什么实用性 无忧无忧门的伤害 也变成了一段式可以直接打满 现在不用再考虑地形了 只要敌人碰到就直接吃满伤害 鹰这边也是把老技能樱花充 变成了第二忍术 技能不能追地 但还是可以无限连 注意下落时机 可以把敌人一直空在天上 樱花猎虫就可以无脑一直倒了 手感相当的到位 并且可以和樱花充完美先接 追星以后 金浩拳现在可以直接把敌人打飞了 并且会造成不错的伤害 不像以前一样 只是一个接近的手段 同样是特殊级别人数 这里还是没什么好说的 不谈阔余 金浩拳可以打伤害这一点 真的很不错 并且也可以无限追地无脑连 长门这边 修罗之公和神罗天真同时存在 删除掉了他的万象天影 这两个技能都不能无限连 范围变大了 其次弹头窝使的伤害变高了 但是没有佩恩那么高 最强的是风树吸引 可以抽掉对面的所有产核 整体来看 觉醒的长门和佩恩终于是有了一些区别 他们的特长被互相确立了 伴藏这边 警服变成了忍数毒伤增加 现在中了毒 掉血的速度真的非常快 吃完毒再吃暴源阵 真的像是被抽血了一样 除了毒变得更疼了以外 伴藏没有其他变化 人们这边同样是特殊级变忍数了 但是不能接平A 第二段命中敌方后会将敌方击飞 敌方倒地可以直接衔接螺旋丸 和以前不同的是 现在苦物只要打到敌人就可以顺身了 不用在意范围 可以测条取消二段 衔接平A 对面反应不过来 螺旋丸依旧可以蓄力打出伤害更高的丸子 这一点和之前没有变化 居性以后 水门的飞雷神二段现在发动更快 伤害更高 可以时空间测条取消接飞雷神二段 这也是无缝的攻击 同样的 二段之后可以直接衔接平A 名人的特殊技一样变成了忍数 性能还是老样子 伤害变高了一点 其他地方像是螺旋丸之类的都没有改变 金鸣这里压垮摊范术变成了忍数 单快变高了 现在也可以追地了 终于不用担心被别人拿反手了 命中倒地的敌人会把他拉起来吃伤害 机械名人的特殊技也变成了忍数 存在的时间延长了一秒 命中敌人的伤害也变高了 会把敌人直接打飞 机械结尾也是特殊技变忍 伤害变高 其他的整体性能都没有改变 解斑把好火灭雀 搬到自己身上来了 然后就是原本的龙岩放割 单除了宇宙波反弹弹 现在变成了纯火盾 终于以后也是特殊技变忍数 勾余的伤害变高 二刀烟我这边 特效变大了 判定没变 很尴尬 团葬的真空波连刃 不出所料也变成了技能啊 伤害变高了 现在释放需要消耗查克拉了 肯定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终于以后也是特殊技变忍数 整体来看没什么大变化 下面也同样是特殊技变忍数 整体的伤害变高了 并且攻击的效果也不一样了 只打第一段的话 对方会直接倒地 在板边释放空中螺旋连完 可以把敌人扫起来无限连 六位名人的特殊技 也变成了忍数啊 但是缩短了距离 提高了伤害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查克拉炮 现在可以无脑连击了 无限追地 把对面压得死死的 打手玩的蛇屎 一术和蛇形都被删除 取而代之的是 风盾大突破和剑之舞 风盾大突破可以在空中释放 并且可以无脑无限连 剑之舞现在总共会造成15段伤害 并且不会击飞敌人了 打满以后会使敌方浮空 剑之舞可以直接衔接大突破无限连 但是不如直接一直用大突破 追性以后 剑之舞变成了白蛇使仪术 性能不变 依旧是造成一段伤害 并使敌方中毒 另外一边的忍数还是大突破 没有变化 三船的退裂段也变成了技能 伤害变高了 打到以后可以直接衔接永人帽 但是一定要快速释放 稍微晚一点就连不上了 就像以后的三船和四代一样 可以连续打出两次忍术 同样可以退裂段接忍术 非绝命也可以扫地连打 造成大量伤害 非断也是特殊技变忍术 不过特殊技第一段的浮空 变成了倒地 其余的叛念就和以前一样 没有什么大变化了 非断的觉醒可以说是超大家强 他现在可以直接把人满血带走 没有任何的特殊原因 只是因为此次贫血的伤害变高了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的是 推断一次次次贫血 直接把人满血带走 卡卡西这边 神威有了新的释放方式 打完以后也是可以直接衔接雷迁 神威命中敌人号会造成11段伤害 并使敌方倒地 同样也可以追地 不过不能无缝衔接 所以没法无限连 索敌和陈盾一样 对面稍微动一下你就打不到人了 释放的时候全程罚战 没法取消 去左能够状态下 同样是特殊技变技能 并且卡卡西的特殊技还被削弱了 范围变小了不少 命中敌人后造成8次伤害 并使敌方倒地 特殊技可以行接神威雷蝎 伤害最大化 这期视频的工程量真的是非常大 希望大家点点赞 给我回回血 那么下期视频 咱们来解析一下众离子名人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谢的话 不妨一键三连加关注 支持一下 你们的三连和关注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角色更新的牌表 我会放在片尾 大家有兴趣 可以暂停观看 这期做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拜拜